台東縣府宣布 今年的熱氣球嘉年華會照常舉行 從七月二號開始 一共四十五天 旅途也配合規劃了優惠活動 要搶攻暑假旅遊 清晨六點 七顆熱氣球 在臺東陸野高台力球 臺東縣政府正式宣布 連續舉辦十一年的國際 熱氣球嘉年華會 今年也不缺席 會遵守疫情管制規定 從七月二號到八月十五號舉行 目前已經邀請三十多顆 國內外的熱氣球 其中有二十顆外國球 是第一次來臺灣亮相 但縣府暫時保密不公布 先不公布 因為我希望大家都能夠上 我們熱氣球的網站 那我們隨時會公布 它的抵達的時間 然後以及什麼時候要出場 縣府強調 這次熱氣球嘉年華會 包括飛行員和地面的工作人員 一定要打滿三劑疫苗 才能進場服務 遊客也要打滿兩劑以上 或是有快篩陰性證明 才能進入會場 目前縣府統計 四十五天的熱氣球 溪流體驗預約都已經額滿 不過還是有現場票 可以當天購買 台東的旅宿業者也表示 目前部分飯店七月份 已經接到五成的客房預訂 低迷的台東觀光 現在靠熱氣球嘉年華會 來提振經濟 我們目前在七月份的一個住房來講 跟這個去年同期比起來 確實是有比較大的一個幫助 在七月十五號開始有特色團體旅遊的活動 以及我們遊客自由行的住宿優惠補助 相信能夠帶給我們整個台東 預住一個非常大的活水 觀光局七月十五號正式上路的 振興旅遊方案 台東縣被列為補助地區 現在縣府提前一個月 宣布熱氣球嘉年華會 照常舉辦 旅宿業也正在左手規劃 推出在地的優惠方案 振興台東的觀光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